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高興今天我們來陳明宋宴廳 來這邊做一個talk 我想在週末的晚上 這麼多熱情過來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 宋宴前院長 院哲院長 來跟我們年輕人做一個talk 我想今天不只是 我們能怎麼轉這一本書的一個 轉給你看 這一本書的一個對談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系列的活動 能夠來鋪墓整個氣候變遷 跟台灣能源轉型的發展 那李院長一向非常關心 台灣的氣候變遷議題 尤其相關的能源轉型的議題 我想各位常常在媒體上面 看到李院長對這些事物的呼籲 對政府的能源 從以前到現在 當然也非常高興 他也跟我講說 他能夠有一個機會 來跟李院青年人做一個對話 所以我們今天的一個設計就是 我們會請 李院長先做40分鐘的一個talk 然後我們會分兩階段 就是李院長talk之後 我們會有兩位青年代表 來跟院長做對談 這個提問完了以後 我們會開放給現場的同仁來提問 我們這個結束之後 我們會再請另外兩位青年代表 來上場也來提問 一樣院長回應之後 我們再跟同仁來做一個開放的一個問答 這樣子 好 那我會順便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除了李院長之外 我們還請到了台大青年 台大學生會的永續庫的孟慧 對 那第二位我們請到台灣青年聯盟的提談 我們現在是理事長 我們現在台下應該有很多 這個反動的這個台灣青年聯盟 他們也是從大學生 現在有的年紀越來越大 不曉得是不是變青年了 像梁茵茵已經30歲了 OK OK 那他們一向也非常關心 台灣的青年聯盟 然後他們也組團到國區參與 非常謝謝他們對台灣的貢獻 那我們第三位請到 台中明道中學的若慈 若慈是有機會去參加 富邦文教基金會 到了六清 到了麥瑤那邊去看 看到了一些問題 對環境問題 對環境問題 他心裡七七戀 我也會計我十八歲 幼稚現在是八歲 我也會計我十八歲的時候 就立志要改革台灣社會 可是已經過了三十幾年了 感覺還是改革非常的慢 好 那我們第四位我們請到 我們台大紅眼中心的消息 謝謝 先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 那我們就 歡迎院長給我們的一個講 院長今天 會針對氣候變遷跟能源轉型 會做一個深論 他之前也丟給我們一個paper 叫做 Cha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stainable Planet 我們歡迎院長 周教授 各位貴賓 我們很高興在這裡 跟大家討論 減碳 環境變遷有關的一地 我昨天才從 Stockholm 匯位來的 到Stockholm是參加的一個會 叫做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 那是 2015年 在里約家二次會開完之後 那時候的聯合國的秘書長 Banky Moon 就請這個 科隆比亞大學的一位教授 Ten Jeremy Sacks 說明 一直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但是呢 要有一個解決的方案 所以全世界 組織了一個Solution Network Ten Jeremy Sacks 就要我當這個 Leadership Council的Member 那時候我還在當 國際科學理事會的理事長 他要我參加 這個Leadership Council 前兩天 是在Stockholm開會 還會回來的 討論的都是同樣的一天 今天 時間不多 但是我還要告訴各位是 我們現在是在 哪一個情況 我們人類社會是怎麼走過來的 要怎麼樣走出去 我們都知道 太陽系的先生 是四十多億年 先生的 在這個地球上 一直有演化 這個前面的燈可以關掉嗎 上面的燈可以關掉嗎 不過知道了差不多一百萬年 就是人類 洪水的人類 才在地球上誕生的 剛開始是 叫做十利人 揚著這手 然後才變成Homo sapiens 就是一百萬年這樣走過來的 但是 在這個地球上 其實 剛開始的這個 十利人 就是Homo elektris 黃色的 到Homo neanderthalans 是紅色的 不是土色的 到紅色的Homo sapiens 我們現在 不管是黑人 白人 黃種人 都是一種 都叫做Homo sapiens 只有一種 這些人是差不多 二十萬年前就走出去了 大概差不多一萬年前 整個地球 都昏布了 Homo sapiens 只有這個紐西蘭 比較晚 一千五百年左右 才有人一居過去 每次到紐西蘭 他們都說 李教授 你是從台灣來的 我們的祖先是從台灣來的 他們說十一千兩百年 年前他們來的時候是 有八艘船 他們從一個島上進來 他相信他是台灣來的 我說是啊 是從台灣來的 但是經過很多海島 跟下面移民過來的人 共和來之後 最後一站 才找到紐西蘭 不過他們總是對台灣來的人 境界 他們都說 我們是他們的親戚 所以上次我在紐西蘭的時候 紐西蘭的總理說 李教授沒有代表十位 國外來的專家 開會支持 我說為什麼呢 他們都覺得你是親戚 我說好啊 我就答應就演講 但是總理說 我們紐西蘭有個規定 國際會裡面一開始啊 一定要用毛利族的語講話 說我不會 我毛利族的話是 我不會的 但是總理啊 Aden Clark 他站著我就說 你們科學家都很出名 今天晚上我派一個教授 叫你毛利族的話 那天晚上有一個教授來 天哪個都 卡都啊 就開始啊 叫我毛利族的話 是因為毛利族的話 想得這樣子 不過我剛才講 差不多十萬年前 這個地球的各地 都有紅色品 在贊助 但是呢 人不多 對環境的影響也不多 直到差不多十萬年前 世界各地上農業發生之後啊 人類對我們地球的環境 才有些影響 那個時候 農業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男士們都在打獵 女士們在土地上 耕湧 他們的收拾比較可靠的 是很多母系社會的開始啊 就是農業社會開始的時候 農業社會開始的時候 農業社會開始之後 也因為不再像遊牧民宿移居了 所以比較大的建築 像大的建築 就開始 開始在地球上出現 但是真正人類改變 地球環境的是 工業革命發生之後 當我們的祖先 科學家們 學會了 用機械的勞動 取代人類的勞動 做得更大更精確之後 我們就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生活的環境改變了 能源的使用大量的增加 結果你看看這個工業革命發生之後 人類能源的使用 不但大量增加 是有完全的改變 以前我們靠著都是造木材 在小時候 我在小時候 我剛才講他是18歲 我是81歲 我在18歲 更早的時候 我在山上 種的都是香氏樹 都是種的香氏樹 燒汽油 每一旦汽油瓦斯 這裡垂直發電 後來才有核能發電 但是 你怎麼知道 內產機 從蒸汽機到內產機 商業用的配飲機 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這個增加的過程 也可以說是人類離開大自然 離開太陽的過程 在前面這一段 我們都是靠當下的太陽 給我們食物 我們去依靠他們的生活 這一段 慢慢的就會靠 埋在地下的化石染料的使用 這樣子走過來 這過程裡面 有一樣事情 大家也可以想像 就是人口的增加 你看如果從兩千年開始 一直看 看到工業革命發生 就在這一段 以前人口增加不快 但是工業革命發生之後 人口就增加得非常非常快 在1950年的時候 人口有大概有25億人 那時候大家覺得地球上 可能可以遮身25億人 但是後來人口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每人也說 如果人口增加 有人會飢餓 我們的環境會就受到迫害了 今天我們已經到了 73億人 其實在上個世紀開始的時候 只有15億人 增加到60億 增加到現在是70幾億 就是人口的增加 另外是消費的增加 發生了很多 人口增加 消費的增加很多 在上個世紀 人均消費增加兩倍 人口增加四倍 所以地球的存在 是增加了八倍 只在上個世紀裡面 所以在上個世紀 我們都看到了 你如果從Social Economic Trend 社會經濟發展的觀點 或者是地球體系的觀點看 都是有很大很大的改變 大的水庫 水的使用 這是能源的使用 人口的增加 到這邊 二氧化妝的排款 或者是熱帶雲的消失 都是大量大量的增加 結果呢 地球超載了 地球超載了 這一點啊 很多人還不太相信 不要接受 我們談這個有序發展的人 都覺得我們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繼續發展 只要把能源的使用改變 能源轉型 就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人口太多 地球超載這個市值啊 還是一直沒有人能夠接受 雖然在國際上 在1995年 一個旅約的會議裡 大家談到永續發展 那時候布林克蘭女士 挪威以前的總理 她就說 永續發展是 這一代的人 有足夠使用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而不影響下一代的需求 這樣講就是永續 這是1995年的旅約的會議 2015年的旅約的會議 也是大家談到 我們要的地球 到底是什麼樣 那時候因為我當國際科學裏 所有的理事長 所以開幕的時候 代表全世界的科技界的人 講了幾分鐘的話 只有幾分鐘 然後一直給我幾分鐘的時間 講了這些話 但是你知道 當布林克蘭說 這一代的人 要滿足我們的需求 而影響下一代的需求的時候 我就要問 我們滿足我們的需求 我們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過美國人的生活 才夠嗎 或者是 像甘地講的 印度如果是跟上英國的話 要抵個地球才能夠 使他們滿足呢 這是有些問題的 就滿足需求 是 但是科學家一直說 不行 這樣走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改變我們的環境 是我們不能夠在地球上好好的生存下去 但是 一件事終於發生了 那是2015年 9月份 聯合國 大家通過了 一個叫做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 永續發展的目標 總共努力了17條 今天在Stokholm 我們也在討論 這個17條太多了 通常你在這裡演講 我如果講三樣事情 你回去 你兄弟姐妹問你說 你今天聽到了什麼 你聽到三件事可以記得 我如果講17樣事情 你們一定不記得 所以昨天這個Jerry Sykes 也說我們把這個17項目 總結為六個主要項目 然後Sustainable 2才能弄出這六樣 把17項 這個17項 在2015年通過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是 有些是夢想或者是希望做 不一定做到 兩年前我在紐約會議就講了 你如果看第四條下面的跡象 所以我希望2030年能夠 使全世界所有的人 能夠從免費的高品質的高中畢業 2030年要達到這個目標 但是我就說 2030年高中畢業的學生現在在哪裡 現在剛好進小學一年級不是嗎 所以今年如果沒有能夠把全世界的小學 的孩子 小孩子都送到好的小學一年級 免費有高品質的話 2030年怎麼能夠讓所有的學生 他們稍稍都會覺得這是有道理的 這個是我們有時間 好像2030年是18年很長 但是這是12年很長 但這不是很長 不過由於這個極速的轉變 科學家的努力 很多政治家也終於醒過來了 所以我說2015年 除了在9月份聯合國制定了 永續發展的目的之外 到了12月 就大家通過在COP21 就是2015年在巴黎 那個時候剛好有暴動 非常紛亂的時候 法國非常不錯的 組織這個COP21 在這個會裡面 195個國家的領袖代表 都集中在一起說 我們要急速減碳 急速減碳 我們有 有的人參加 雖然不能參加 在會裡面 在外面也 討論到很多 可不對你忘的事 這是那個會裡面 很多政治政務 都同意 要限制全球平均溫度 相較工業化前 增加2度C以下 並近可能達到1.5度C 本世界上半夜 全球溫室器也必須達到 性靈排放 這個是我一直覺得 科學家 沒有做很好的工作 你做兩度C 今天30幾度 冬天可能下降到10度 你知道文口 冬天下降到-40度 夏天到-40度 差重80度 我們說 李教授 你為什麼還靜靜計較這兩度 明天溫度也差很多度 為什麼是 靜靜計較這兩度呢 很多人講兩度的時候 不覺得是重要的 但是我們講的是平均溫度 就是現在進來的能量 比出氣的能量多 能量一直在累積 所以全球兩度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 我等一下再回到這裡 第二點 談到富有的國家承諾 2020年開始 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資金 全於2025年調高金額 這個1000億美金 全世界的經濟規模獎 是很少的一部分 大概連1%都不大 所以要做到這一點 應該還不太難 現在 你如果看全世界的國家 他們國家的GDP的1%拿出來 幫助別的國家的人 罪點 還有挪威 北歐的國家做到 德國大概做到0.7% 日本0.5% 美國是很差勁的 特朗普做衝突的時候 可能變成0 但是真正講 1%應該是不能 但是我們全主很少 這是我們要努力的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是 比美國的人群收入少一半 我們是接受資源的國家 我們是遠遠過度開發的國家 然後 今年 2018年是滿三年 大家要檢討 到2020年要調整修訂減碳的計畫 所以終於在2015年 全世界各地的人醒過來了 終於要檢討 但是那一次的會議 大家說我們要這樣的努力 就是每個國家所承諾的努力 即便大家做到了 溫度還是會上升到3.6 3.7度左右 還不是到2度 我們希望下降到1.5度 這是做不到的 如果要降到1.5度的話 全球氏氣體必須達到近零排放 在半世紀之後 這也是2015年開始 就是太陽光 近光光都可以吸收的 而且發展更排放的 是一樣的 所以零近排放量 所以這個2015年的COVID-21 不是人類的勝利 而是一個轉變的起點 終於大家所要的 讓我們去做了 好 我們現在就看現在 目前我們的情況 剛才我說地球 太陽氣已經形成了41 41多億年 一直在變化 通常如果陽光照射 照耀著地球 給我們的能量 跟地球排放的能量 是一樣多的話 溫度是會平衡的 太陽給的多 我們給的少 然後溫度會上升 如果地球排放的多 太陽給的少 那溫度會下降 到了病二期的時候 溫度會下降 但是 如果陽光太多的話 就會上升 其實我們是人類 是生活在這薄薄的一層 大基圈 海洋圈 非常多的一層 這一層大概有50公里左右的 大氣層裡面 空氣污染太多 所以我們每天生活 就受到污染的 很奇怪 自動的跑起來了 空氣的污染 影響我們的健康 每年空氣污染 每年空氣污染 海底生命的傷害跟消失 是越來越多 全世界是七百萬人口 是在空氣污染之下 三次生命 這個空氣污染 如果到世界各個地方 都是看到的 你看到 台北 這個是101 兩個TwinTown 一定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最近很大的轉變 有92 第二次的馬哈提 又選出來當總統 還有很多馬 馬來西亞人還蠻高興的 因為 上任總統是貪污腐化 非常厲害 你到印度或者是 西方的大多會裡面 都會看到這個空氣污染的事 這一點是大家非常敏感的 另外就是露子氣 我剛才講 就是太陽給我們的能量 是太陽溫度很高 所以他們給我們的能量 是以可視光線 我們到外面可以看到 很漂亮的是因為 太陽照耀的是可視光線 波長比較短 地球比較涼 放出的熱量 是波長比較長的弧萬線 我們人類的活動裡面 產生的汙式氣體 這些氣體 可視光線不吸收 但是弧外線可以吸收 所以我們排放的 汙式氣體排放越多 陽光可以進來 弧外光被它吸了之後 又找死 放射回來 也就是這個原因 汙式氣體 就把地球的溫度慢慢地帶高 其實在100多年前 有一位化學家 叫做Arenius 他是很好的化學家 對化學環運 很多未來跟環運的關係 做很多溫性的人 當然是我就講 100年前就講 如果人類繼續使用大量的化石燈藥 產生二氧化碳的話 溫度會增加 他那時候說 大概700年之後 你就看到瑞典的溫度會上升到 你現在要暖和 他沒有想到 不要到700年 100年就精進到了 因為我們人類的活動 燒得化石燈藥 真的燒得太多 當然如果沒有溫室氣體的話 地球發放的能量 比太陽給的要多 所以地球的溫度會比較低 冰而起的時候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二氧化碳的能量就很少了 所以現在我們生活在這個地球上 我説整口太多 消費太多 而兩個問題存在的就是 一個是污染 一個是溫室氣體 這兩個正在影響我們的生活 很快 已經在影響我們的生活 所以在台灣 大家也看到了 對空機無人的仿勘 在講的 這是在 台中2017年 去年的2月19號 台灣市民館場前的集合 大家在 仿工屋看暖畫 要健康 全國仿工屋大遊行 我去參加了遊行 那天 下午要出國 早上我還是趕到台中參加遊行 前一天 我是跟蔡總統談這個事 蔡總統看到我在遊行 他就跟副總統說 李遠哲為什麼在這裡 我來告訴他說 我可以告訴政治人物 很多有關的事 但是政治人物比較敏感的是 選票跟窮眾的表現 所以我一方面告訴他 因為我們要參加遊行 不過這一點 我想還要做很大的努力 如果你看台灣 其實台灣在公式氣體的 排放量 是也在做努力 你如果看2008年 盯的目標 全國二氧化碳減量 於2020要回到2005年 排放量 約人均10.8噸 2025年 要回到2025年 要回到2025年的排放量 相當於人均排放 是9.5噸 這個 這個 減的實在很慢 從2020年到2025年 要減到1.3噸 一紙外堆 203年 應該減至8.2噸 還在講 真正要 温度的上升 壓制在1.5度的話 到2025年 要到0排放 才能做得到 2015年 台灣 温泉法的目標 是 2025年 要降至 2025年 的50% 人均排放 5.4噸 人均排放 這是溫泉法 這是變成一個法例 但是 下降至到5.4噸 2015年 新定了 NDC 每個國家的目標 2030年 比2025年 百萬少 20% 相當於 人均排放 8.6噸 這是 我們這位 每天在講的 這是 2030年 百萬要少 20% 但是 8.6噸 還是很高 因為 雅渡西的要求 到2050年 人均排放量 要到 要到 1.7噸 左右 2.7 2.7 的話 我們是 高太多了 我們 2005年 只能叫下降到 5噸 左右 還是比1.7噸 要 差很多 但是 我們再努力 所以我們這位政府 中央也就有一個小組 召集了很多人 這平台裡面 對政府的 信訴裡面 台灣甚至簡單的途徑 為何家園政策就是 核一核二核三不圓一 核四不相處 2025年要 民核電 這個是 已經 有相當的共識 雖然現在 看到 好像 能源不夠了 有人要 講到啟動核能的事 但是 何能在於 目前 台灣在 高地震帶 就是 Zone 5 真的是不適合 核药 民燈處理 是不適合在台灣 繼續 有核四的 除非有 完全不一樣的 不能發電的模式 所需要達到的目的 空間法 加NEC 兩個C的途徑 夠快嗎 要講 不衝擊經濟環境社會 政府常常講的 我們要 要減碳暗示 不衝擊 不衝擊 經濟環境社會 要怎麼樣做得到呢 減碳的方式 減少化石燃耀的水 開發低碳能源 提升能源使用的效率 降低能源的密集度 發展骨灘 捕捉及儲存的技術 這個 我們常常講 我們應該這樣走 但是怎麼樣走出一條路 還差蠻遠的 現在台灣的發電量的比例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 大半都是火力發電 核能是漸漸在減少 小核 第二期主部還沒有開動的話 比例就更少了 再生能源再增加 但是很多歐洲的國家都擔心說 你們要在2030年 再生能源達到20% 真的做到嗎 真的能做到嗎 還是有很多的比例 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大半我們的發電還是化石燃料 90%的燃料都是從國外進來 所以現在台灣人均的GDP 會有發展台灣量 變化的趨勢力度 跟GDP和英國比較 當然做 比较 這個空圈是2010年 美國的排放量很高 這個是GDP 這個是 這個軸實GDP 這個是排放 台灣在這裡 台灣在這裡 蘇聯 Korea在這裡 韓國在這裡 然後到20 這是2050年 大家要努力做到的就是 那個GDP要增加 但是呢 會有化跟台灣要減少 你看所有的填滿的國家 都是要降到10度以下 台灣還是這裡 在國際上 我們是比人家落後很多 所以我們在努力 我們努力不夠 努力是不夠的 在國際上可以受到很大的傷害 剛才台灣的再生能源 我們可以看到 湯系形成的時候 留下來的能量 就是地熱 除了這個之外 都是太陽給的 太陽能 溫能也是 或者是 水蒂花店 或者是洋流黑潮 生子能 都是太陽給的 我們現在 大部分的能源 都是發誓燃亮來的 怎麼樣把它轉變為 再生能源 這是我們很大很大的挑戰 所以有很多意境 成立專政單位 我們做揮劃減探措施 要成立很多研究單位 加強國際的聯繫 建立台灣的碳市場 有很多很多的意見 我們正在討論 我現在暫時 不談這個 會談到二氧化碳 從1979年的增加 這是 夏天掛的時候 用牆子的時候 北半球低 到了冬天就高了 這是 在南半球 是剛好下的 從1980年開始 二氧化碳是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增加到2000年過了 2005年 這個 照片直到 2011年 2014年 就是到了400個 PPM 400個 PPM 但是 我們說 到了達到450個 PPM的時候 PPM的時候 我們PPM的時候 我們這個溫度 會上升到2度 但是我們如果 往 往後看 以前二氧化碳的 濃度 確實是比280個 PPM比較低的 這裡經過的冰和期 這個循環 是因為太陽圍繞著地球的軌道 不是圓形的 然後太陽四軸 跟太陽圍繞著 地球圍繞著太陽的軌道 也持有角度 所以我們可以 覺得時段 太陽鐵的能量 就比較少 一直發送的比較多 就到了冰和球 剛才我們講 2度C 2度C 為什麼講2度C 為什麼大家擔任2度C 這是 在IPCC上次 在 約10年前的估計 就是 比工業革命前 那個時候2012年左右 溫度已經比工業革命前 上升到0.6度 你如果看0.6度 然後看這個顏色 這個是叫做Unique Strength System 有些已經受 威脅的這個體系 已經進入到 橘黃色 橘黃色已經不好 到紅色是很糟糕 到了紫色是已經 承受不了 然後如果看 HV的影片 就是極端氣候 已經是從白色到橘黃色 那個時候大家 接受2度的原因 是因為 增加到2度C 並不好 但是 如果 Agric Impact 全球的觀點看 或者是 HQC的Event 看的話 還不是到紅色 所以大家說是2度C 但是2度C好不好 不好 所以在2015年 大家才說 最好是1度C 最好是1度C 在這裡 最好是這裡 不是這2度C 大家要努力逃一 這裡 今天我們已經到哪了嗎 今天我們已經到1.1度 到1.2度之間 然後我們講 我們要到1.5度 沒有多少空間 沒有多少時間 我們努力的時間 不多 我們在這個會議上 參加會議的人大家都知道 每次都談說 沒有多少時間 還好 努力 10年之內 能轉型 還有希望 但是 時間 越來越少了 大概到2050年 裡面會發生了很大的困境 很多年紀大的人 說說 遠泽 我們不在 這個不是 不是能夠原諒的 我們不在 如果有幸 我們還在的話 我相信年輕人 一定對著年紀大的人說 你們怎麼搞的 把地球搞成這樣子 真的 我們是沒有多少時間 做很大的努力 如果我們不努力 真的是會到5度的話 那個顏色都是很可怕的 也就是 颱風 大的颱風 肝炭 這些 也許有時候 會把地球帶到另外一個狀態 回不來 海水再上漲 其實沒有機會 所以要把它轉回來 一定繼續會上漲 所以目前這個可怕的事情 很多科學家知道 政治家 有些知道 有些不易知道 不易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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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糟的事 但是我在這裡 要不在 大家好好地想想 就是 人類社會的發展 你如果跟總統講 總統一直說 遠泽 我真的要拼經濟 要給年輕人 工作的機會 不騙經濟不行 企業界的人說 我們要五缺 政府要彌補我們的五缺 五缺是什麼呢? 五缺是什麼? 我們要足夠的電 足夠的水 足夠的土地 足夠的廉價勞動力 還有 概思跟 美濟性 他們要問得多 這個圖是 我們叫做 Free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Machine 全球化的機器 自由貿易的機器 這裡 很多資源 水 能源 跟廉價的勞動力 有進去 來 製造很多東西 整個世界賣 結果 很多 consuming junk 很多東西 製造出來做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pollution 物質氣體 跟空污 所以 我們知道現在 所謂資本主義社會在進行的時候 企業界的人說 我們要五多 我就跟總統說 我們老百姓 要走五缺 老百姓是要兩多 空污多 公司氣體多 你如果沒有把這個空污跟公司氣體多排在一起 跟經濟的發展看的話 我們社會是沒有希望的 我可以高額 保證我們的總統就是說 是你要拼經濟 怎麼拼我 你如果沒有把空污跟網化一起處理的話 阻止經濟進步的一定是空污跟網化 這兩個要素 這現在就是我們有很大的矛盾 還有進一步討論的 西藝界的人說 如果經濟不起歸 美國國家的競爭力就沒有了 民進人沒有機會 但是如果不處理這兩樣 空污暖化的 我們是真的是沒有希望的 所以很多人 還以為永續發展 就是我們可以一直發展下去 能源轉來就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不對 我們就超讚 所以我們已經在這裡 不努力 真的要下去了 年輕人會說 老人家裡面做點事吧 不快 因為我們下場 從不為頭 就下去了 這是很可悲的事 但是我也知道台灣過去 我們經濟發展有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能源在國際市場上自由取得 台灣這麼小的大 兩年前 挪威的以前的總理來 看到台灣 說裡面沒有藏私有 為什麼石化工業這麼大 還不懂 還不懂 另外是我們把燃燒排放的污染 包括二氧化碳 跟很多污染物 無止境地處處於大氣 海洋跟土壤中 排放就是靠這兩樣 不只是台灣 很多國家是這樣子 現在將會沒有 不能排放 化石燃料不能用 所以我們說能源轉型就是 不要化石燃料 再生能源 再燃料 再污染 我現在 我講的這些問題是 全球性的危機 需要全球一起來解決的 但是不幸的是 現在還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在操作 一方面說是全球化 錢 是錢跟技術 人才超越國界在流動 但是還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在解決 是台灣 如果有一天不是從國際市場上 買到乾淨的能源 在自己的島上產生乾淨的能源 人口密度又這麼高 每平安公里住六百五十個人 是很困難很大的挑戰 另外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社會已經 地球性超窄 所以我們不要一直說在 在追隨西方國家的腳步 我們要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 所以在這個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裡面說 我們要到2030年 有乾淨的能源滿足世界上的一個人 我叫Will 乾淨的能源滿足世界上的一個人是 需要10kW像美國人這麼多嗎 或者是2kW就夠了 10kW或2kW 不要盲目的追隨的時候發展發展 這是走不通的 另外很多人也許想成為科學家 希望解決這問題 目前我們已經走到太陽給我們巨大的能量 轉化為電 已經比燒煤燒炭更便宜了 所以我們好好的利用這太陽能 可不如沒有那個碳碳碎碎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很大的挑戰 在政治上 現在我又不一樣的是 年輕人可以全球串聯在一起 拿著手機啊 就可以到世界各地人聯絡討論 我們也是要知道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地球是超窄的 科技我們還是要進步 但是這挑戰是很大的挑戰 我們那老一輩的人沒做好 會影響到你們年輕的一輩 所以2015年政治家覺醒過來 還不夠 我們大家覺醒過來 才好 才好 昨天前天我在 Stockham參加了很多討論 很多人還蠻悲觀的 有些人比較樂觀 但是我是覺得不能太樂觀 只有努力工作達到這個目的的人 我們才有這個樂觀 不然的話 不是自然而然的 就到好的境界 今天我講得太久了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委員長 給我們一個大概 一個非常宏觀的全體 整個國際上 氣候變遷發展的一個趨勢 各位知道 我們現在周邊都是一些 藝術、文學、歷史、建築的術 這是我們在過去的時代裡邊 就是大家每天去享受這種閱讀 可是在一個極速轉型 跟極速的氣候變遷的時代 其實這個都會受到影響 包括我們的美學、我們的建築 我們對很多東西的感知 會因為這些新的災難 新的一些氣候的變化 產生了大的衝擊 各位知道 台灣最近幾年 就是在一個 極速跟非常困難的能源轉型的階段 剛剛院長提到 再生能源的發展 我們中興也統治了 其實從2001到新年 台灣的再生能源的發展 大概只有4.5% 扣掉灌漲水利 其實大概只有1.5% 根據英國經驗 九年他們也是大概從4.5% 就衝到24%的再生能源 我主要要講說 台灣的再生能源發展得慢 包括我們的政治經濟的阻礙 包括我們很多 我們社科學廠上面講的 路徑依賴 講的所謂的鎖定效應 這個就是會阻礙 是什麼樣的因素阻礙我們社會往前發展 各位看到現在政府想要推 深澳電廠 我想大家都有不一樣的觀點 昨天上課 還有我們主技處的主密在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台灣現在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困境 那剛剛特別院長最後提到年輕人 各位我想大家跟我們心情都一樣 我們台灣沒有國際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灣的NGO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其實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讓台灣在世界上可以看到 不是只有前兩天 我們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應該是在福利做一個致詞而已 我們台灣其實的活力非常的強 所以如何運用一個氣候跟能源轉 我們在這個堅困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年輕人去發聲 也讓政府去聽到這樣的聲音 其實我們一直也在致力是說 看看對深澳電廠評估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這個是大家一起來關心的 我們現場其實也有我們國發所李厚廷老師 然後我們杜文林老師他也坐在那邊 我想也有一些記者朋友 那也有很多年輕朋友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到第一個階段 我們就請兩位年輕朋友先發言 然後院長回答之後 我們就開放現場給同仁 然後我們再請第二組的同仁 再發言再開放 我們現在主組大概還有一個多小時 你可以來進來開放 好那我們第一位是不是請林夢惠 李院長周老師已經在場各位大家好 我是台大學生會永續部的部長林夢惠 那我目前是就讀台大氣候變成永續發展 國際學位學程 然後我現在是塑1 非常感謝風原政策中心 就是這一次活動的邀請 然後讓我們這些在不同場域努力的年輕人 可以有機會跟李院長進行對話 那在正式向李院長提問之前 我想要先跟各位就是介紹一下 台大學生會永續部 就是台大學生會永續部是台灣第一個 在學生自治團體當中去建立一個 關心校園環境生態的一個部門 然後我們是為了要去彰顯 台大校內其實已經有一股存在 而且不容忽視的環境意識 所以我們以低碳校園、減肺校園、生態校園 動物友善校園以及環境教育推廣 成為永續部的五大核心議題 那我們就是在關注就是 校方應該要採行的一些綠色校園的政策 並且努力的在推動在大學當中的環境政治主流化 希望可以透過永續部把一些環境議題 帶到學生族群當中去討論 那我們也希望說校方可以明白就是我們學生 對於永續議題的重視 藉此來推動就是台大這所大學去實踐他的大學社會責任 而今年三月就是永續部是剛成立滿一年 這一年多以來我們推動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專案以及政策還有活動 那我們都希望就是同學可以藉由就是參加這些活動 以及關注永續部在推動的一些方案 然後來更認識就是環境議題然後去討論 那我們就是永續部在這一年一年多當中就是跟今天的主題 就是空無議題還有能源轉型議題相關的專案包含有 我們有推動校內用電資訊系統 希望可以透過就是科學管理的方式來確保校內能源的使用 是妥善的沒有被浪費的 那在去年底的就是校長領選的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提出了台大的校務基金應該要採行就是適用於本校的一個責任投資的原則 因為我們發現台大每年投資約2.6億在高污染高碳排的產業上面 這個跟像剛剛理院長提到就是國際上現在一致追求減碳減排的這個目標其實是相背的 那在今年的4月22號世界地球日之前呢 我們永續部也在台大就是辦了一場校內的空無小遊行 希望可以讓同學以及校園裡面的師長可以重視全台灣嚴重的空無問題 然後去進一步的思考我們自己到底能在多做什麼 那我們在空無小遊行當中其實也對於台大投資就是大約2億的校務基金 在台術集團這件事情上面我們提出了一個質疑 因為我們都知道台術集團的相關企業其實是台灣空無的大戶 而且他們在環境以及其他的社會議題上面都有很大的爭議 那台大這一所學校他長期受到台灣社會的一些很多的資源挹注 可是他們卻進行這樣的投資我們認為這是一件不正當的事情 所以我們提出了台大應該要對台術集團就是進行撤資的這個訴求 如果未來台大真的成功的對台術測資並且承諾未來不再將 效務基金投資在化石燃料的相關產業的話 那麼台大將成為東亞地區第一所大學來實踐這個化石燃料的測資運動 這個對於全球的化石燃料測資運動是一大重要的進展 那今天我要請教李院長的第一個問題是 其實我們有序部內部或者是我跟一些朋友在討論空污以及能源議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常會發現說就是在台灣好像討論空污議題 常常會因為就是科學技術上面的限制 然後讓這個議題的討論停滯不前或者是流於政治口水 那比如說在科學上面的不確定性可能會造成就是無法去判別空污的責任歸屬 或使得就是污染受害者或者是長期暴露於空污而造成的高健康風險族群 沒辦法得到他們該有的正義 然後拿六清跟麥寮的空污事件為例 就是在討論空污議題的時候常常就會變成居民學者 然後跟台術之間的一些科學戰備競賽 想要請教李院長認為就是在這種社會氛圍底下 科學家應該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又要如何兼顧科學的嚴謹性還有社會的正義呢 那第二個問題是院長您認為就是身為就是像現在台下也蠻多就是年輕的朋友 那像我們這些比較年輕的青年人 我們可以再怎麼樣為空污議題努力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凝聚行動來抗衡這些製造污染的大企業 所以又應該要如何突破現在的環境議題上面所存在的世代衝突 那以下是我的提問謝謝院長 謝謝院長 謝謝 大家好 我們還有一群比較年輕的助理研究員們 那其實像我們這邊就有好幾位我們助理研究員們 大家的專業背景過去的輩子其實都有都是學習不同的科系 那比如說我們有單系科學啊我們有環境工程等等的同仁 那在我們這些大家在不同的背景還有學師過程的經歷之下 其實也造就了風險中心比較多元還有活潑的學術討論空間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樣的氛圍可以在我們就希望我們風險中心其實可以在除了我們專業的學術發表之外 那也可以把這些專業的知識還有話語能夠用更親民的方式來轉譯出去來讓大眾還有一般公民可以更容易吸收而進行自己行動的改變 促成我們社會的轉型 那我們現在風險中心有四個我們現在聚焦在四大研究主軸上面 包含其實都跟能源相關 那我包含能源轉型永續社會共識還有能源法治能源轉型資料庫跟空氣污染的議題上面 那現在我會針對空氣污染來請教我們裡面講幾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風險中心其實在今年初的時候有出版一本跟空氣污染品質相關的Working paper 那在裡面有提到就我們裡面有回顧國際的案例 那我們可以看到南韓跟台灣在空氣污染的議題上面其實有很很類似的狀況 是我們境外跟境內的污染源 那可是我們去看南韓在治理空污的政策上面我們會發現說他 他在除了他除了在國際上面跟中國尋求合作之外 他對於境內的空氣污染還有空氣品質的對策 他其實有更嚴謹的標準 可是我們反觀台灣在空氣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聽到一些聲音說 我們空氣污染品質沒有辦法改善其實是因為有境外污染源的關係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在台灣跟韓國都是因為很相似的狀況 然後也都有一些實證分析下 可是回到我們政策因應的時候 我們會因為有不同的政策論述而來引導出我們後續的對策 會有不同的做法 那想要請問李院長您認為台灣應該要如何更強化我們在研究成果 跟實證分析的策略還有我們的政策分析的界面來理定更完整而嚴謹的政策 那再來一個是李院長您剛剛有提到你有去參加過空污遊行嗎 那在我們在2015年或是2017年還有其他的一些空污的講座上面都有看到了李院長您的身影 那您剛剛像剛剛您的簡報裡面也提到說我們未來步入低碳社會其實是一個必經之路 那可是我們反映到我們空污台灣的空污治理政策面上 我們可以看到去年環保署他有公告了一個14加N的具體改善 空氣污染的具體改善目標 可是我們在看到我們去檢視他這個14加N的整體目標 會發現他裡面的規定其實是低於台灣應有的標準 那想要請教李院長就是針對政府治理的作為您有什麼樣更多的呼籲還有建議 謝謝 你們兩位看起來問了很好的問題 首先你談到科學的嚴謹性跟社會正義 我在目前常常看到的是 當我們的政治領袖講空污暖化的時候 他常常講的是不對 好像說是好的化電廠對空污不會有影響 有很多很多這樣的論述 而這些論述 很多研究員或者是工作人員做的研究的結果 而他們的資料可能是排電或者是中油這些給的 所以每次聽到這個政府的很多政策的時候 我們就說政府的政策應該是基於嚴謹的科學的證據 但是現在沒有得到很嚴謹的科學證據 這是我們要大大改善的 也就是說政府為了學測應該要多花經費做好好的去探討 像空氣的污染源從哪裡影響哪些事 這些要做好好的去研究 至於這個你講的這個社會的公平 我們都知道像燃燒燒出來的東西污染會妨礙人體的健康暖化 你看如果這個夏天颱風一來大的颱風來 帶來很多災害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這災害一部分是從燃燒來的 所以很多人也說 我們如果不徵收炭稅 也就是說燒炭應該叫稅 剛才我講的就是我們是把污染無止境的在大氣裡面排放 這個要阻止 所以很多事情我們沒有很好的公開討論的這個平台 所以很多事是為了入掉 就走入這個政治決定上 其實很多企業界的人都會說 如果經濟不發展的話 年輕人沒有事 不找不到事 我們的經濟會衰退 但是全世界這樣走的話 是死路一條 這是有很大的矛盾 裡面年輕人要去解決的 很多人說要研究 像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初初研究成果的話 在國際競爭 競爭贏的話 你從外國人的錢好像了不起 你不是賺自己國家人的錢 從外國人賺錢 但是科學的研究的結果 是為了某些人的意義 而不是為全人類的問題的解決嗎? 這一點是你們要夠考慮的 但是你剛才講這個像台大的學生組織 像能源轉型呢 在做很多討論 但是具體的說 好,2050年 如果整個世界要變成零百萬 學術機構像台大 住院院 是不是率先來做到這個目的 就是我們變成一個零百萬的組織 所以學生的很多理想性的論述 討論 跟行動 結合在一起 我在Slim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 這兩天 吃的都是素食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都是素食 他們真的是用行動來做這些動作 所以我是覺得像製造污染的人 他們應該是付出他們的代價 而且也知道說不能這樣走 所以有更公開的場面大家來討論 我剛才講 但是如果這個企業的發展是轉型 轉到投資到再生能源的投資 社會的改變 那就有很大的不一樣 所以常常有人討論說 現在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會坐到無人汽車 在紐約他們就說話 你到紐約來 打個電腦 甚至就來了 沒有人開車 你就可以坐車去 那是交通阻塞的話 還是要等很久很久 有的人就說 這是我們要的將來嗎 無人汽車是我們要的將來嗎 你到荷蘭 他們身上 他們是很多城鎮火車進到 阿瑪森的主要的火車站 但是下來之後 就騎腳踏車走路上班 就是以後可以走到 沒有汽車的人 是沒有汽車的人比較進步嗎 或者是沒有人的汽車比較進步 這是我們要考慮的 要考慮的 但是對裡面的年輕人 有一個很大的希望就是 你在學校裡面學政治、經濟 這些課都是以前 地球是無窮大的時候 經濟學家都說 如果經濟不擴張的話 經濟是會進步的 要靠掃布 經濟是在有限的範圍呢 現在要進步 要值得改善 所以這些學的東西 可能都是不對的 你們有機會 要走一個新的路 所以你剛才講的是 跟你講的有相似的是 這個研究成果跟政策分析的界面 這個就是剛才也一直談到的 研究成果是誰做的研究 哪些人做的研究 是真的是可以寵物的嗎 科學家是依靠證據 依靠觀察 都是能夠reproducer觀察 來做判斷 很多這個企業界的人 是為了方便 還有 如果為了方便找一個人 他研究結果就是他要的 而不是真正的 是evidence 證據依據的 那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剛才講 這些事情如果不是 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 跟空溫暖化 必須考慮看人類的將來 我想是 可能是無解的 所以不要盲目的相信說 將來生活會好 當然生活會好 那是你從哪個觀點看 我一次到這個波蘭 一個禮拜天 我在他們的大公寓裡面 大家坐在草地上 聽一個開心家的演奏 哦 三萬人坐在草地上 聽這個硝胖的樂曲 很欣賞 陽光照耀 大家都很欣賞 有一天 我都沒 每個到周末 都在shopping mall 買東西 買東西 哪一個是比較幸福呢 是消費 消費 消費 而不是真正的是 改善我們的 這個 競爭生活 這都是不同的路 我們要好好檢討的就是 我們要走什麼樣的路 台灣大概要有大的改變 不能夠一直消耗 消耗 消耗 我不曉得為他們的問題 好 好 那我想我們第一階段的那一個 就是兩位青年 你們待會如果還有問題 還是可以繼續問院長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給現場的朋友 就是 那請大家就是盡量限制在兩分鐘 因為我 我剛剛收到我們同仁的指令 說我們 不必要在九年二十兩結束 所以會場地的分 來 我們請聽一位 先簡單自我介紹 兩分鐘 院長你好 我是目前做為 無言說的 那我會想到情況的事情 是 剛才像院長所談的 都是一些能源的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一個很大的面相是說 人類怎麼去消費 怎麼去 他們的一些經濟行為 是佔很大的要素 那我想請教的先是說 那 日前在荷蘭之後 有提出一個循環經濟 另外一種消費的模式 那我想要介紹 請教說 那台灣在 目前這樣的發展 就是有辦法幫助 就是 和排放 或是像 諸如此類的一些 成效嗎 還是說這樣的一個事情 其實到後面還是一個 泡影 或是一個 壞影 這樣子 我想了解的是說 那一套機制是否 其實能夠幫助我們 在台灣能夠達到 這樣一個 剛才所提出的 1.5的目標 謝謝 好 所以你是問循環經濟的 是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 除了能源的問題上 其實我們怎麼樣子去 消費 其實也是一個 蠻重要的問題 好 謝謝 那一場我們再生收 其實依然很好看 請你抱一個 院長周老師大家好 我是黃俊文 我去年剛到 Yale School of Fortune Environmental Studies 在IPCC Chapter 5 Leading Author 那個Karency City 底下進行博士後研究 那我有幾個問題 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院 就是我有點擔心 其實我們對能源 跟污染的選擇 只是一種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們只是選擇哪一種 曾經有人說過 核能是乾淨的能源 所以我們選擇核能來減碳 那我們現在選擇綠能 尤其台灣又是這麼狹小的一個島 因為我個人很在乎的是 在Karency City 底下我們都很在乎 Urban Form 跟Energy的使用 那我個人是專注在 Bio diversity 的面向上面 到底哪有 Urban Form是比較好 那 我的問題是說 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島 比如說很多的綠能 它其實都是要消耗很多的 生態資源 包括土地資源 包括生物的東西 那會不會其實到最後 我們會陷入這樣的一個 trail out 的一個選擇裡面 那另外就是說 在這個能源的選擇上面 像現在的綠能裡面 剛剛您也提到 就是我們怎麼把這個能源存下來 那我在又在做這個訪問的時候 我遇到一位那個學者來自 他是 Institute of Biosphere 他有提到一個CO2交往化的一個技術 我不曉得我們台灣花這麼多精神 在爭吵這個能源政策的同時 有沒有人專注在這個技術的面向 能真正的解決說 開源 然後怎麼樣組織 這些議題上 因為 paper 都已經出來 2015年都已經看到 可以有效的 根本 否則那麼多電池怎麼辦 電動車那麼多電池怎麼辦 難道我們選擇綠能 就不會污染 謝謝 好 剛才你提到的循環經濟 其實循環經濟就是 我們把東西在製造的過程裡面 就想到最後會變成怎麼樣 然後再循環使用 循環使用的話就是 不要再從土地上一直挖掘資源 那麼消耗的能量也會減少 所以很多人就說 人類已經誇張到這裡 已經飽和了 飽和 所以一個大城市 有人說 像日本東京大學的 後面要馬 他會說 這個是 城市的礦場 就是每個城市裡面 不管是水泥或者是很多乾鐵 都是累積下來的 可以 它是一個礦場可以繼續使用的 所以循環經濟當然是有效的 使用能源跟材料 是應該走的是好的 好的路 對於人類目前過豹的狀態 是好的路 至於這個能源的選擇 你剛才講的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台灣 如果全部要靠太陽的話 台灣要百分之幾的土地 變成化電的地方了 在全世界可能1%就夠了 台灣人口密度這麼高 可能要到 將近到5%到10%的土地 變成太陽能的化電廠 但是太陽給地球的能量是很多的 一個小時給的能量 就是人類一年使用的能量 太陽的能量是很大 我們科學已經進步到 陽光轉為變 比燒煤變移了 這是很大的進步 70年前 100塊才能做到的化電 現在一塊錢就可以做到 已經加了化電 但是很多選擇 你說二氧化碳變成腳碗 這類的東西 二氧化碳能量很低 腳碳能量很高 還是需要能量轉化過去 所以到底 變 水電解的時候 變成氫 然後人類就走入氫經濟 或者是像這個南加州大學的 是要把二氧化碳變成腳碗 這個都是要需要能量 這都是要 像陽光開始要轉化 很多人做液態燃料的人都說 飛機需要液體的燃料 所以要做這項 非常發展轉化為 乙醇或者是 公醇之類 這是對我他們的目的 但是我剛開始的時候就講 人類社會 人口太多 消耗太多 已經飽和了 這一點是不面對 我以為是陽光很多 可以繼續這樣的發展下去 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在台灣常常要跟隨著美國走 美國不是好的例子 美國不是很好的例子 是很壞的例子 我在61年到美國之後 現在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了 看到美國 從很理想的國度裡 也慢慢慢慢慢慢的摔在我 所以我們要跟隨著美國走 我也不覺得歐洲是走得比較好 但是我們住在台灣的人 不要以為歐洲的生活的方式是好的 每次跟非洲的人談 我們說如果沒有 或者是大張以前的殖民地 非洲也不會走得這麼慘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走 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看 我們如果是人口減少 人口太減少 不要叫大家拼命生小孩 我想人口減少在台灣可能是好事啊 比較不好的就是 年紀大的人 不要依賴年輕人在供養他們 我是81歲了 我還在努力工作 沒有薪水 還是在工作 還是想獲獻給社會 這很多想法要改變 時間到了 再見就走了 應該不會變成下一代的負擔 但是我跟歐洲的科學家 他們常常講的就是 你們如果不相信 地球超在 而一直說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而不是說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轉變 大概是說不出去了 我大概回答的太久了 這個是在哪太多時間 我想總體來講 我們是在一個高碳資本主義底下獲勝 那高碳資本主義底下 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一個 碳排放跟微軟 全世界都在努力減少或抗爭 那台灣作為一個發展型的國家 我們就在驅動經濟 可是我們會遇到一個困境 我們怎麼樣減碳 然後經濟有一個發展 可是各位剛剛兩位問的問題 其實循環經濟或是能源的問題 其實台灣整個能源體質跟氣候體質跟工業的生產體質 都是非常老舊的 都是非常老舊的知識生產體質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還提出生耗電廠這個比較 比較損落的一個 全世界都在反媒 我們的新政法還提出生耗電廠 這個發電的能源體質 那更是在我們前年才通過再生水條例 那你剛剛問到循環經濟系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在整個全球的生產體質裡 就是整個氣候能源 我們基本上已經落後 delay太久了 那風冷的發電其實 我們現在統計出來了 其實它現在的價格 其實跟南美發電不會差太多 都二點多塊 太陽能會稍微高一點 可是從歐洲角度 太陽能也到零售價格 所以全世界都在做轉換 所以我們台灣 就是說我想在場很多通人很關心 很多年輕人很關心 這個我們不轉換我們其實是越來越落後 所以我們很謝謝提問跟謝謝理院長 我們再開放一兩個問題好了 剛剛這一位先舉手 理院長你好 我是誰不重要 那我是 不過我想 就是 support 剛剛 就是應該是 follow up 剛剛 呃 台大有序部部長提出說化石燃料 在 就是台大在做消費基金投資的化石燃料 那 就您剛剛提到說 我們這個世代要面臨的 不管是在永續或是簡單減碳上 呃 有很大的挑戰 那您就是現在也很不懈的在為 這個 未來做你的業者 然後包括過去您在社會運動 還有一些影響 那 這邊是不是可以請您 就是然後特別是您現在人 人在學術界 呃 有相當高的聲望 那是不是能夠請您 表態支持 那個 台大 去對他 他們的消費基金 去做化石燃料的撤資 帶您從 從 以您的高度去帶領學術界 去 離開這個 高貿易投資 謝謝 那我們再一個問題 來我們再一個問題 理院長你好 呃 您剛一開始有說到說 人類 嗯 文明眼鏡 是 先用自然環境 就是太陽能 然後到工業革命之後 然後用了化石燃料 然後 人類開始化我尊貌 可是現在也是一樣 這個 我們的 生活作型不可能受到環境所 影響 受天后所影響 受日照所影響 但是 現在 嗯 太陽能與風裡 都會受到環境和自然影響 但是我們呢 現在我們還在用電 現在的電力 絕對不是太陽能 鋒於地 那您認為要用什麼花點 您認為夜晚要用什麼花點 您認為夜晚要用什麼花點 客家 夜晚是為 我們的夜晚 是 地球另一邊的 白天 如果說台灣一個小島上 我們要能源自給自足 而說太陽能就滿足 除非我們學會轉化 就是白天 產生過剩的電 把水併解 把氫儲存下來 網上用燃料電子 或者花電 才有一個能定線 所以我剛才講過 科學上 我們是要學會能源的轉變 尤其是陽光到電 怎麼樣轉化 但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功力也是一樣 弄得花電 還是要出生下來的 剛才您講這個台大的 我完全支持 在全世界已經做了很多了 台大雖然說是台灣最初的一個大學 但是這些很大的基金 台大講兩億 台所有幾千億的錢 他們不在裡面的兩億 老實說 但是裡面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 很多是退休基金 很多大公司的退休基金 或者是他們已經在做這個工作 來Bestimate 就是退出這個花石燃料 每個 好像昨天在 在Stockcom 他們很多歐洲的國家的退休基金 這不是講意思 幾千億 幾千億 很多的錢 都是在推出這個信念 這是 好多萬象是對的 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現在就進入到 第二輪的兩位 情人朋友的提問 第一位就是請 是落實要先 那就請給您 好 請 請 落實先 好 院長好 大家好 我是現在台中文教中學高三的學生 然後 其實比起院長或是其他的 就是這些前輩們 就是 其實我開始接觸 環境一體或是能源轉型這個東西 其實也都是 近一年才開始的事情 甚至開始有比較多研究 可能就是這半年的事情 然後其實 其實我自己也 之前也不是一個 會關心這件事情的人 然後 是因為參加了 福房文教基金會的活動 然後去 就我們那時候是 一個文字報的課程 然後 我們在去年七月 就有一次 有一個機會到 張豪縣大城鄉台西村 去做提點調查 那其實 就真的走到當地之後 會發現 就我才開始真正對那個 汙染有感 就可能感受到當地 真的是怎麼被這些空氣汙染 那些當地的居民是就 生活在那個 環境汙染下 就這樣生活了二十年 然後 甚至後來 因為 可能有一些人認識 然後 就是後來又產生了更多疑問 所以後來就透過文字報道 或者是 排記錄片的方式 然後持續在 關心台西村 那雖然 我在關心的是 台西村的議題 那這次我要問的問題 是關於人員轉型的 就是因為台西村他們其實 在現在 就他們其實面對這樣的污染 其實除了去抗爭之外 就是他們 其實從去年 大概 從去年開始 他們就其實有一些在發展 就希望可以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後他們有一些發展綠能的想法 那他們希望可以成為全台的第一個綠能師範村 那他們的構想其實是希望可以 就是成立公民電廠 然後在可能是提防 或者是一些荒廢的農地 因為其實台西村大部分都老人 那可能農地就沒有在使用 那他們希望其實可以在那邊 假設太陽能板 或者是透過居民的籌籌 或是居民自己募資 然後去假設風力發電機 但是其實在現在就是 雖然 雖然 像張花先生這個 其實現在有非常多 就有蠻多的 Variory再生能源的規劃 那 但其實大部分都是那種大型的 大型的風力發電機 或是大 就是整片 整片的那一種太陽能板 那其實 我們說再生能源 它的 它的 不同於傳統能源的一個部分 就是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發電的人 就是可能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小型的發電廠 或者就是我們可能自己就可以有隨意發電 或者是太陽能板發電 那 其實就是 像台西村他們現在希望可以成為公民電廠 就面臨到一些問題 就是 因為政府希望的還是那種 大型的大片 大規模的 那但是 台西村他們希望是在社區 這種以公民電廠為主的方式 那所以 那其實因為 可能政府會這樣做一個很大的部分 就是因為在2025年的規劃 就是希望可以達到20% 那這種大規模的 才有辦法在這個短時間內達成 所以其實就是想 想問李院長就是 就怎麼看待在這個2025年要達成20% 再生能源使用的這個比喻下的 這個狀況 然後 就是這種社區 要發展公民電廠跟政府 就是他們 就是政府想要發展的再生能源的一些衝突 或是遇到一些問題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呃 其實剛剛那個孟輝有問到 就是身為青年的我們 然後可能是高中生或是即將要進入大學的我們 就是 呃 可以怎麼再為再生能源轉 就是能源轉型 或者再生能源這部分 去做努力 嗯 好 呃 院長好 周周恩還有大家好 呃 我們現場這邊其實有很多台灣青年氣候聯盟的夥伴 那我們的夥伴呢 嗨 可以跟院長要大家打個招呼 我們的夥伴其實是來自 呃 全台各地的大學 現在有很多在職的青年 在各各行各有不同的領域 加入在我們 我們其實從2009年開始就參加 剛剛院長之前 剛剛沒有提到的聯合國氣候變化 剛剛我跟院定月大會 然後呃 我們現在創始的夥伴 在2009年參加第一次的兩一也在這裡 一直到去年參加夥伴後面也有兩位 其實我們參加今年是第十年 這十年來 我們看著這些大國的談判 大人們之間的談判 我們一直在想氣候行動到底要怎麼落實 因為唯有氣候行動落地 剛剛講到的人均碳排量的這個頓出 它才能夠到達205年 要一人只能排1.7頓 這簡直是對我們來說 現在我們看不到這件事情能夠發生 那這其實是會完全的影響到未來世代的生存權 但是身為青年的我們 我們覺得我們不能自己做著 就覺得就像當院長講的 我們就乾脆跟老人說 你怎麼這樣對待我們的地球 我們也不希望自己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認為呢 唯一的解方 就是每一個公民都必須參與進來 每一個公民都需要認知到自己必須要有氣候行動 提現在能源轉型這件事情上 就像剛剛若慈講的 再生能源或是能源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一個可以 每一個人能夠有機會一起去發電 但是以台灣線的狀況 我們在還有剛剛院長也提到另外一個是 我們2015年這個NDC 我們的國家制定預期貢獻 其實台灣政府提出了15個領域 在接下來我們國家氣候政策要做的事情 這15個領域呢分成了7個是關於減少文石氣質的排放 另外8個是關於在氣候變成的衝擊下 我們如何去調適自己 這兩邊都分別有一個領域叫做能源 所以其實能源這件事情呢 它確實在氣候變成的裡面是非常重要 包括為什麼要做能源轉型 就是剛剛院長也有提到是 因為化石燃料它造成了很大的碳排量 造成全球暖化 然後我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去了解到底台灣的公民社會 今天我們如果想要自己發電 我們會面臨什麼困難 第一件事情我們發現地熱這個再生能源 其實台灣是全世界第14個開始有地熱的國家 但現在到了今年全台灣有幾座 就是在商轉的地熱發電井呢 就這一屆 那這件事情其實對我們來說我們很驚訝 所以我們就去了解了這個想要發展地熱的民間業者 那他在整個過程中遇到了各種關卡 從他環境影響評估 他地熱井的開發執照 他電廠的開發執照 在每一個關卡都遇到不同的政府機構之間的推脫跟推遲 所以他整件事情沒有辦法很順利的讓他能夠去透過地熱去發電 第二個是最近經濟部標檢舉在做的叫 再生能源發展評證 那這個評證他其實是跟那個我們知道再生能源等夠呢 他是兩種其實他其實都是要鼓勵再生能源的 但是這個評證本身呢 他在跟想要做這件事情的產業跟企業溝通的時候 他的誘因並沒有很大的讓這些產業有足夠的這個去動力想要投入 所以這件事情即使他制度已經出來了 現在沒有一個民間業者想要投入 第三個是剛剛其實提到很多 比如說像我們的離岸風電 那離岸風電它是一個需要很大的融資的發電方式 所以現在基本上都是財團在做這件事情 但有沒有機會讓公民也可以參與進來 或是說我們的技術發展有沒有可能 到了一個程度是一個公民他想要發電的時候 他能夠投入進來的 所以這件事情就我們特別想要請教院長 在台灣我不知道就是我們的中央或地方政府 我們的產業技術發展跟我們的公民社會 對於氣候變稱的迫切性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那他直接的影響到能源轉型這件事情 他是多麼的急迫 但是當公民社會沒有辦法很比較容易有效率的參與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很難期待這件事情能夠發生 所以到底就是台灣的政府跟台灣社會 有沒有這樣急迫的心想要做能源轉型 我們大家到底準備好了沒 就是想要從院長的了解跟經驗來告訴我們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其實剛剛時大家有談到很多了 整個社會它是一個很大的光譜 我們每一個人不管是政策就是政治人物 然後科學家產業人員學生研究人員 我們在不同的領域上對於能源轉型要怎麼轉都會有不同的想像 但這件事情的對話跟合作要如何做到 我們知道經濟部他們辦了就是能源轉型的公民論壇 但這件事情它是不是真的能夠讓大家的聲音能夠匯聚進來 這個也是我們比較好奇 以院長來看這件事情到底對話跟合作要如何發生 好那我的問題就到這邊 謝謝 時間有限的我要簡短的說一下 通常回答都太長了 剛才你講到這個能源轉型 我相信下一步的經濟發展 最大的貢獻將會是能源轉型 能源轉型是值得最大的投資 但是能源轉型跟以前不一樣的是 以前都是集中式的由上而下 台電習慣的就是 Meslo燒煤由上而下 但是如果我們要用再生能源的話 應該是分上式區域性由下而上 這一點是台電的思想裡面 或者是真目的思想裡面 可能沒有透徹的了解 所以剛才我講成台大 台大說要零排放 你現在零排放一定做不到 屋頂轉了這個胎能板之後做不到 大家相信是少用電可以減少 但是如果零排放 台大就要自己的花電廠 因為當然你的花電量夠的話 台電是接不上的 再生能超過28 台電就接不上的 所以我們就要有一個區域性的 自己花電的能力 還有一些Microgrid Smartgrid要做這些事 所以由下而上 由下而上不是每一個人 不一定是每一個人 每個社區 每個學校 或者是每個家庭 從屋頂開始 你如果說地熱 挖溫泉的人 都願意花一百萬 就去試試看 看有沒有溫泉 就開旅館 因為這些事情沒有被發展 或者是屋頂的花電 或小的公里換邊機 這些都是因為思想上 都是由上而下 所以你下一個轉型 應該會是由下而上 跟由上而下的要匹配 但是由下而上的 將會是很重要的 能源轉型 應該可以投資有很大的回收 比現在講的這些 這些資訊產業 可能有更大的收穫 更回饋才對 所以這個確實是 政府現在很缺失的 很多想法就是 台電中油的想法 老式的想法 沒有現在的很多想法 你如果看歐洲的很多 方式 像我歐洲 一個朋友家 他家裡面就有一個 是低熱的洞 低熱的洞 空天用低熱 這些 你們兩位講的是 對的 至於不同的光譜 不同的光譜 說哪些人希望這樣子 哪些人希望那樣子 這個是要經過科學的討論 跟驗證 哪一個是比較容易做到 這是不是哪一個答案才是對的 很多不同的想法應該要討論 但是不要跟長野界的人說 如果你們也珍惜你們的子孫 你們的家人的話 不是老式的賺錢的方式 是就可以的 這個路將會是走不通的 前一陣子 Apple就跟台積電說 你們製造的東西 到2022年 不是綠能做的話 我們可能不能買 來 這樣台灣的 不知道到底會發展嗎 如果不適應綠能 全世界未來會生存 好好去努力的話 真的是走不通的 我想 大家努力 如果能夠減少消費 來變我們社會的組織 請我們的政府 醒醒一點 醒過來 要往好慢慢走 剛才這個 主持人講的就是我們對於 聖奧花電廠的事 聖奧花電廠增加的電量只有3% 台灣如果好努力的話 在一年之內 減少10%的用電量 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應該是可以做到 但是我們努力不夠 很多歐洲人到台灣來 說你們不是完真的 你們沒有完真的 我們政府是要完真的 要減少我們的環境壓 要改變我們的生活 改變我們的思想 好 今天講得多了 我們還有一點開放 好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再開放 那我在講 很遠轉型其實 其實發電的部分不只太陽能跟風 在歐盟部分 升值能也佔了非常高的比例 早氣發電 混化爐發電 其實都有很多途徑 台灣有地熱 台灣有抬頭炮 就是潮氣發電 這其實我們過去 在這個部分 其實進去的空間都不多 所以這是很重要 但另外一部分就是節能 像剛剛院長講的 節能部分 包括時間的變價 包括各種節能的措施 台灣現在比較缺乏時間 那個智慧電錶 跟智慧電王 所以我們是在一個非常老舊的 你看 還回去抄你們家的電錶 抄給那個 我們這邊有這個 中國大陸的同學 大陸都比我們進步 所以我們台灣其實是 在給你太多 每次都這麼說 對 好 那我們在開放一個現場 總統來提問 來 你走 你們剛好 我們 我是現在任職 就是關注環境 改革社會企業裡面 然後同時也是台灣 今天也千萬聯盟的成員之一 那我這邊想要就是請教 就是剛有提到 改變生活這件事情嗎 那我們也是很鑽著 在這件事情上面 那其實 官員Botternut 在台灣NGO已經有很多人開始在倡導 就是大家一起來做節電行為 改善這件事情 那節能這件事情 有熱情的人很願意做 做得很開心 但在帶動上面 總是有很大的阻力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節能它事實上是有它的價值存在 但是這整個市場 可以怎麼樣去實現這件事情 這個社會 我們去推動 那另外一點就是 最近我有看到 就是Wise Certificate 就是白色證書 但是再來就是歐洲推動的這個東西 那你知道院長 對這個東西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再收集一兩位 院長你好 很謝謝你就是今天帶來這個演講 然後也謝謝台灣 要風險真正中心舉辦這個機會 讓我們其他的公民 更有機會來開放性的討論 那我現在本身是任職於 就是第二計劃 那我們在做的部分 就是有關注到SDGs的研究 然後還有一些推動 那我們去年也寫了一份 就是台灣目前SDGs的報告書 那在這之後就是 政府這邊就推出了2017年 台灣自己的PMR 那剛剛院長的演講裡面有提到說 就是 你在那個SDGs上面的會議 有談到17個目標 其實還是太多太大 那 在我們台灣自己 卻有了第18個目標 就是非和家園的部分 那我蠻好奇就是 院長對於非和家園這方面的推動 您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再來第二個問題是 就如果我們剛剛在演講當中有提到說 就是企業他們必須要有思維上的改變 跟一些他們自己在企業之裏內部的改變 才能做到就是更進一步的低碳 或是協助那個能源轉型進一步的發展 那近期企業為了呼應SDGs 也非常積極的在做ESG 就是 Environment Social 還有Governancy他們自己內部的報告書的推動 那 嗯 在台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呃李月長的意見是 對於企業而言 可以如何更積極的一步去做到 更多就是在政策上的改變 或是政府可以如何引導企業們 去更積極的參與在 就是整個非和家園或是整個SDGs的時間裡面 謝謝 我現在要做一個建議就是 如果真正的要轉型 我們一定要逐年的增加碳 也就是我們的社會 碳化石燃料燒了之後 就在空氣裡面一直百萬 使人家得到疾病 或者是極端氣候 所以很多國家已經在徵收碳稅 即便在南美的國家 萬格拉德斯都在做 我們就是 因為政府說 店不占家 就一直就卡住了 所以這個碳稅 這是我們一定要做到的事 這個才是慢慢的使社會的公平性得到的 第二點 我昨天在Stokholm開會的時候 很多人就談到移植跟納稅 你如果看北欧的國家 政府的經費是GDP的40% 創作一點就到40% 挪威到30幾 就是GDP的很多 是在政府的有名上面 他們把所有的國家排下來 排到GDP20%左右 台灣不在裡面 你知道台灣有多少嗎? 政府的預算是我們GDP的13% 兩年前挪威的總理來 看到這個台灣說要學挪威 說你們學什麼嗎? 你們根本沒有徵收足夠的錢 沒有能夠好好的辦交易 跟infrastructure 都不能夠好好的建設 你們為什麼學挪威? 就是你們不繳稅還是談什麼? 很多教授說我們都繳稅啊 問人講說你們交多少稅 每個教授都說我們繳20%到30%之間 問人講說那不少啊 一定是有人沒繳稅 他說一定是有人沒繳稅 為什麼最近財富分貝是越來越大 這一點是我剛才講的 扣探稅跟我們的財稅的方法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只是努力工作拿薪水的人叫繳稅 企業常常跟政府說 我們要免稅使我們新的產業發展 這是不公平的不好 所以企業做兩多事啊 我一定稅務他們要多繳稅 但是他們不一定自己願意的 經過人民的覺醒 或者是立法機構 使這個稅 這樣說的比較公平一點 剛才這一位問到說 那個地面上或者是 Punking Log到入屋頂去白色 有用嗎? 是有用的 太陽的黃色 如果是比較暗黑色的 可能吸收70% 但是白色的可以黃色30% 那70% 只會吸收20-30%左右 所以如果全部屋頂 或者是屋頂不能夠做太陽能板的話 其實超白色 黃色的是比較多的 只是太陽能板的話 這些人可以用 黃色就放回到愛女座裡面 所以我們有很多事情要改 但是我說 我給你第一個要做的是 要徵收碳水 逐年增加的碳水 不然的話 以前有人吸煙 他說 委員長這是我的自由 你不能做事我吸煙 我說不是你的自由 你如果吸煙 下個月得了會癌 我們有全民健保 你到醫院裡面治療 誰給你付錢的 所以我們大家在付 所以我們大家有資格可以跟人家 你不要吸煙 現在空氣污染 跟全球暖化 也是一樣的 排放的成績 為愛著大家 所以要徵收 能源稅 碳稅 這是一個 能源轉型的一個 最重要的事情 不過我還是說 除了碳稅之外 我們社會的財稅制度 要有很大的改變 不要比人家看來說 你們不浪稅 還要學我們 我們學得到呢 為什麼我們不浪稅 那薪水的人都浪稅到不了的 誰不浪稅 我的很多朋友 有錢的不浪稅 他們是法律上可以不浪稅 這是不公平的 這是不公平的 最後有可能問到企業 其實企業要多發生 我們的企業其實 生產跟破例的思維 我還是講 都還在1980年代那種 就是黃永慶的受了理論 就是把妖綁緊 讓這些工人吃不飽 所以會努力工作 所以經濟就會發展 所以水費啊 電費大概都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這個就是我們整體的 整個體制要變 中國現在跑的其實很快 我一直在看錯誤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的問題 好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我們再開放幾個問題 再給先來 李院長好 然後周老師好 然後剛剛老師也頂出來 我來自中國廣東廣州 然後目前就對於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那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李院長 第一個問題就是像是對於台灣而言的話 目前雖然說像是化石能源在很多時候被用在發電 但是很多時候它跟我們切合 就是生活當中息息相關 像在台灣而言的話 有非常龐大的一個機車保油量 對於這些民眾而言的話 他們如果在講知識環保的時候 他們很願意支持 但是這樣讓他們不用機車 他們就很難去拒絕掉 同理可能像對於很多人說 我願意去支持一些recycle這些東西 但是你讓我去買一個塑料帶付費 然後都付一塊錢 我可能不願意 那第一個問題就想請問一下李院長 就是說在一個先進的理念 跟一個可能比較龐大的民意基礎 這樣產生對方的狀況下 應該怎麼去做 我們青年人要怎麼推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像是剛剛前面也有提到說 要增加碳稅這個概念 其實在其他的一些國家 特別在COP21上面 也有一些比較提到這樣的概念 這是已經在發展起來的 但是的話呢 在徵收碳稅的這個過程當中 如何保證這部分的碳稅 能夠被用於在 可持的永續發展的一個用途上面呢 然後在政府 仍然在被原來的重碳資本主義 這四位所滾綁的一個狀況下 能進行一個比較有效的發展呢 兩個問題謝謝 好 你剛才講的時候 年輕人不要坐計車 我跟台大的校長 以前校長常說 台大都蓋宿舍 讓更多的學生住宿舍 要走的 走路就上學 不要 台北就租不到房子 就租到很遠的地方 就開機車上來 這是大家要努力的 不是說年輕人不要坐計車 如果沒有公共交通 在巴黎 無論你在哪裏 500公尺之內 一定有公共交通 這個站可以坐 台灣如果要是 年輕人不坐計車的話 應該有公共交通 或者是讓學生能住在宿舍 我當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 大力蓋宿舍 我看到一個研究員 住在宿舍的人 往上回去吃飽飯之後 回來也繼續努力做研究工作 開車回去的人 不但消耗很多能源 很多會癌患的人 排患的人 不回來努力做研究工作 所以我想這個 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能說年輕人不要開機車 而是說 怎麼樣才使年輕人 不開那麼多汽車 當台北地鐵換場之後 汽車的量也減少了不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你第二點是問到什麼 就是如何保證讓政府 對對對 我剛才講的淡稅 那個 James Hansen 這個 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 非常出色的學者 他對於人類的有序發展 做了很大的貢獻 不過他 現在是非常悲觀 非常非常的悲觀 他看到 他努力走到現在 看將來是悲觀的 但是 當他提起 碳稅的時候 他說一定要 revenue neutral 也就是說 人家交了碳稅 別的稅要減少 不是說 碳稅是多交了稅 讓政府做什麼 做能源轉型 碳稅如果是 revenue neutral 就是交了稅 別的稅要減少 使大家 全民的負擔 是不會增加的 增加的是 用碳稅的人 來換的人 這是很重要的 這逐年的 還是要revenue neutral 這件事 還是重要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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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 像您剛才所提出 這些觀點 或是這些想法 那我們怎麼樣建議 就是 我們的教育 可以怎麼樣落實 這樣的一個回廣 因為我覺得其實 很大部分其實 像剛才您所提到 就是 未來高風神 會有 很大部分 會有我們的未來 那我想請教先就是說 那我們怎麼樣去建議 我們的教育部 或什麼樣的一個 政策 可以把這樣 我們剛才提出 這些所有的一些想法 落實在他們的教育裡面 又不是只有 在明年的考試 跟明時進的那些 鼓勢上面 這個是 對於教育 我是 要主張 你們要判例 要接受 現在的教育 我老是告訴你 我在美國 那邊看到我說說 你叫做 你很成功 你很成功 打我們的教育一定很不錯 我就告訴他 我小時候 我們就混在這上上 躲了兩年 回來之後 我打棒球 變成棒球選手 還打乒乓 打過全省少年乒乓比賽 就往上倒是念書 到了進入中學之後 我很叛逆 就是不能接受 學校的教育 我要學更多 我進入大學的 只有兩個理想 一個是想成為好的科學家 一個是希望跟自同大合的人 打造美好的世界 我才會到 Stockhol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 Leadership Council 我是看到很多自同大合的人 在一起 要打造美好的世界 結果這兩個要走下來 我們要接受台灣給我的教育 就是一直守定的在走 所以要等到台灣的教育要改變 可能要太長久了 但是你們如果 你們自己還在學校 或者是自己的異昧 年輕人的話 要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 要找出一條自己有意義的人生 所以我說 我不能說台灣的教育是好的 那是因為我的叛逆 自己走出一條路來 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跟教育部長談教育 很棒 跟你面談比較好 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有沒有要再問李院長問題的同仁 這邊還有一位可以 那我現在再提一個網路的問題 在情形發尾 我們之前報名有網路發問 就是說工業用電佔全台用電量最大 我們工業用電佔台灣大概48%的電 那在保護環境前提下 台灣經濟發展可以怎麼做 那製造業毛利B是否可以轉型成為國際品牌 大概就是一個概念 台灣的產業怎麼去轉型 還有競爭力 這是一個問題 館長很好 我是張凱婷 那我目前就是在綠色和平正在工作 所以在我的工作裡面其實剛剛 就跟今天討論的許多事情其實都是有關的 尤其是剛剛提到的比較個案的 就像是聲浪電場這個議題 那我今天在這邊是想要請教李院長一個 非常個人對個人的一個想法 就是對於台灣的這個政府所開啟的這個能源轉型的目標 就是在2025年我們要達到非核家園 然後再生能源要達到20% 減煤要達到30% 對於這樣子的目標 我想請教李院長一個人的問題 你覺得對這個目標是我信心的嗎 會這樣子來請問是因為 就是不管在我個人的就是 不管是學術的過程或者是工作經驗裡面 其實我也非常深刻的體會到說 其實未來我們要走向一個永續的環境 可以做得到 大家努力的話 可以做得到 但是再走下去 能不能做得到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有願景 但是沒有路途 就是從這裡 我們要走到那裡 但是怎麼走啊 走才能走得到 這一點啊 現在沒有 所以政府常常寫了17條願景 說神力 這個穆斯基的簡亮法 都是一個法印 要這樣做 但是 我們要努力做到的是一個ROMAP 這是大家要努力的學術界 大家一起要努力的 如果沒有ROMAP 是不容易做到的 這個像深奧發電廠的事 我們如果告訴政府說不要蓋 因為蓋完 那麼2025年啟動之後 全世界都說 要燒煤的發電廠 都要停掉了 過幾年就停掉了 那也還是要看 像這個核式一樣蓋了 沒有 我們這個深奧 蓋了 沒有幾年 不能用 所以這個事 大家要好好想 所以反對深奧的人 如果 還這麼說 我們一起來節電 我們一起來 改變我們生活的方式 10%是可以做到的 很多縣市長說 1%就做不到 10% 做不到嗎 我想 大家如果決心 而且告訴政府 怎麼樣做 怎麼樣做 可以減少10% 就不要蓋這個深奧 所以這個政府跟學界之間的 很多不一樣的看法 你如果說 不必蓋 電子夠 電夠啊 如果我們沒有自費電表 使大家知道白天的電 更往上路電 使有一些洗衣服啊 做一些 遺到 離風的時候做 那也許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有很多事情是要 詳細的Roman 這是學界跟大家 關心社會發展的努力 一定要努力做到 不然的話這麼說 不夠 我們說夠 那誰是對呢 你如果有Roman 這樣做 就可以做得到 大家少用電 少用能量 但是不要 這個 你在街上走 每個門都 大開著 夏天 開放個冷氣 就這樣子使用 外國人看了 就是你那個門 不是真正在做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努力的 老實說 台灣的挑戰 是更大 因為核能 為何要少用15% 然後 我們要減碳 所以我跟 像昨天前 在 Harmstang的會裡面 我就談到 以前 很多 國家的發展 能源是 國際上 國際市場上 可以自由取得 現在我們都是RNBC 每個國家 自己處理這個事情 這是很困難的 但是 2050年 科學進步到 你到澳洲買陽光 你說 陽光怎麼買 如果陽光把它轉化為氫 那把氫放在 有機化物裡面 這樣 大陸人變成 Metal Cyclohex 把每個碳都加個氫 所以我把它打出來 就是很多很多方式 可以做 或者是 用 翠花機 有些金屬吸收 如果 這些乾淨的能源 在 國際市場上 自由的 可以買到的話 我想 2050年連排放 也許可以做得到 不然的話 是 很困難的 除非歐洲的人 代表說 我們要過比較 簡博的生活 跟美國人說 你們不要每天花 1000KW的電 2000KW就夠了 不是 10000KW 2000KW就夠了 超母輩 非洲的人就說 不要 1000KW也不要 但是這些 很多 理想 我們台灣 一直說 經濟要起 經濟要進步 這裡面當然是 有一部分是 國際競爭 有國際競爭 競爭不過的話 就一直 什麼就不能改善 所以這些 國際的合作 跟競爭之間 是有很大的 很大的 這個問題 但是科學的進步 是乾淨的能源在 國際市場上 自由流動 這次 一個很大的因素 改變 世界的面貌 所以 從事科學研究的人 好好努力 看怎麼樣 現在 我們把陽光 燈搞了電 把電 想辦法儲存 或者是電池 要用放學的方式 有希望 不是沒有希望 要努力 所以如果努力做的話 你就可以樂觀 但是 不努力的人 沒有樂觀的權利 好 今天非常 謝謝李院長 來跟我們大家做 對談 那我想 我向院長講 努力要從每一個 每一個人都有FB 趕快去發散 一個社會的轉型 就是 需要大家 重新去論述 重新去 建立新的identity 重新去建立機構 重新去呈現 這個社會的發展 態勢 現場我想 也不只是年輕朋友 也有年長朋友 我想我們大家一起做努力 這個社會的轉型 我想不只是要 這個 在教育上叛逆 我想年輕人 在體制上 還要更多的叛逆 我們永續部 還是可以跟代理校長 講說 我們希望 台大股 有賣停止投資 看來我們可能 還要再代理一下 所以 可以開始發言 因為疫情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說 重新讓這個社會 我想這裡有很多朋友 也在顧問工作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把這樣的力量 串維起來 那我 我還是覺得 剛剛 議院長 為什麼今天特別設計 跟年輕人的對話 我們的年輕人 其實真的可以在國際上多發設 讓世界上 看到我們台灣年輕人的活躍跟實力 來補足我們在國際上 外交的一個主題 也謝謝議院長 然後一直都在帶你們 在這部分的努力 那我們現在就 一起再來共同 來做一些奮鬥 好 那我們還是 對 Big Ten 那我們現在可以 就請院長跟主持人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 跟在場的所有的朋友們 一起拍張合照